说实话,再这么搞下去,有多少人可能要返回农村? 无功可打,大家可以看到这街头啊,突然出现了电动车,人力拉车,满大街的电动车,未来是不是真的可无功可打? 我现在在武汉的街头,这人力手推车,手拉车,只有在农村才能看到,为何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面,你能看到如此多的人力拉车?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说说这是时代在进步,还是时代在什么? 发现了吗?这里的电动车,满大街满大街的电动车,马路上大部分都是货车,出租车也非常少啊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边呢,好多的共享单车,然后还有好多货车从这边经过,还有好多人呢,在这边等待他的顾客到来 等顾客干嘛呢?跑摩低,你看这外卖小哥在马路上,游弹的一无所想 为什么呢?因为啊,没有什么单子了,平台本来单价就给的低 然后呢,单子越来越少 这马路上停着的大部分是货车,像这货车一年可以装一二十万,现在都被这种人力拉车给取代了 呃,货车司机也不好做了 马路上的人呢,都感觉有一点不知所措 你看到没有,他们还依然戴着口罩 现在这里放开了一年了,很多都想着啊,今年放开之后,声音应该很好做才对 可是越来越多人呢,都挤进了外卖,滴滴,网约车,然后还有这种人力拉车里面去了 马路边倒数型的是这种人力拉车 我现在武汉的街头啊,这里是一个服装批发市场 发现了吗?好多货车,电动车,拖的货物运往这个物流中心,准备发往其他地方 生意是还可以,但是人们谋生的工具,却变成这种 说实话,马路货车,电动车更便宜,比了私家小轿车更便宜 面包车呢,才几万块钱,私家小轿车动不动一二十万 看到没有,那边人多的不得了啊 马路上到处都是这种货车,好多人去跑这种网约车了 今年广州那边也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好多人去找工作,只能灰头土脸的回来 因为在那边呢,连日节工都干不下去了 就包括像这种人力拉车,都无活可干 坐这里一坐就坐一下午 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看到没有 都在这里拉车去找货 找货啊,有些人干脆找不到就摆烂了 发现了吗?说实话,再这么搞下去 真的有可能会很多人卷破盖回农村 因为在城市里面,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了 还不如在农村,没有房租,没有那种水电费 没有那个房贷,车贷,也没有他的养食囊贷 回去之后可能会更好过一点 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 未来呀,可能连地都没得中了 因为很多农村呢,他的地啊,都盖成了那种厂房 但厂房盖到那里呢,又没人去打工 没人去打工呢,又跑到城市 反正就这样循环来循环去 你觉得这种局应该怎么破 好多人呢,就是说工作呢,找得到 当时工资太低了,所以不想干 就说费用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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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